十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师傅来到农场复查 不知道牛胸恢复的怎么样 先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症状 左蹄上有处明显溃烂 师傅将伤口表面脚趾挖开 农水从伤口中渗出 已经是伤到肉蹄 最后是上药包扎好了 就怕伤口感染发炎 我们来看看十天时间恢复的怎么样 先清理掉表面的奥利点 接着给蹄子湿润下 以便于打磨的时候不会费力 将外层的黑脚趾剔除 当初包裹伤口的纱布 早已不见踪影 而且里面还塞满了奥利给 用小刀刮开内部查看情况 这是个精细活 稍有不慎就会隔开伤口 只能一刀刀耐心修理 这个活比想象中的还要繁琐 里面的脏东西沾得很牢 只能是一点点的刮 可这次是算在操餐里的 一共是两百刀 明码标价师傅不会乱收 然后双氧水清洗消毒 能够看出恢复的还是很不错的 溃烂已经愈合 并且表面长出了新的角质 师傅说情况很不错 用不到三十天恢复 再有个两周就能痊愈 这次就不用换新药了 牛兄的精神状态也比上次好了很多 脸上没那么消瘦 希望他能够尽快恢复健康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